民众身体有状况习惯往大医院跑 过多的亲症病患造成大医院急诊室太过拥挤 根据台北市卫生局资料统计 今年1到10月份台北市急诊人潮最多的医院 第一名是台北马街超过10万人 其次是台大医院第三名则是三军总医院 我们现在急诊病人量最多的前三名 是马街台大跟三军总医院 这三间医院是目前我们急诊病人数最多的三间医院 目前马街是急诊是10万8764 1到10月台大是9万2778 这是1到10月的统计 那三种是8万5750 现在台北市因为各大医院急诊庸塞的程度 蛮严重的 大概有1到1.5成的民众 在急诊室等待会超过48小时 所以我们还期待说 我们现在台北市有提供一个就是转诊的机制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联络到 我们其他适当的急救诊人医院 如果说愿意转过去的话 我们还有就是它转诊的 不管不只是帮你联络对方的医院 而且是中间转诊的那个 旧物诊的费用是卫生局来补贴 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分析资料更发现 到医学中心急诊的病患 平均有3.2%的民众 在急诊室等待超过48小时 才能够安排住院 还有一家医学中心等待的时间超过15% 那我们期待大家宣讨一下急诊就医三步骤 第一个就是养成正确就医观念 大病到大院小病到小院 这样避免到急诊室的庸舍 那也可以正早得到周全 让急重症的病患能够得到周全的照顾 那第二个就是说配合到院前转诊 我们现在为了解决急诊室庸舍的情形 我们有两个措施 一个是急诊分流 也就是说当预期 就是说民众当急诊 上了救护19救护车之后 若预期要送到的医院已经满床 那我们1119救护人员先询问说 可以转到其他有适当的急救护医院 这属于急诊分流 那希望民众能够尽可能配合 可以有效缩短在急诊室后床的时间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民众 小病不要往大医院挤 愿意配合转转的患者 卫生局将会免费提供救护车载送 并且直接住院 缩短在急诊室等待的时间 也能够避免大医院过度拥挤的情况 建立正确的就医习惯 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医护品质 记者李一如台北采访报道 中佳有线电视 熊精彩